欢迎回到双喜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我们经常是在无助的时刻 不知道谁能够救自己的家人 那个时候只要是西医能救活就找西医 中医能救活就找中医 这样的情况曾经对接下来的新闻当事人他来说 可以说是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经过他的中医西医之手的结合 救活了你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刘海若 热烈掌声来欢迎周德安中医 周医师你好 知识人好大家好 您是周医师你好 对来来您先坐坐坐坐坐 首先先要谢谢您 您救了我们的好朋友好同事刘海若 经常听他念的你 谢谢谢谢 我好奇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海若当时应该是三四年前了 当时是在西方的时候是西方医学都判定他 几乎是判定他已经算是不可能有希望了 对不对 几乎是判定接近死亡证明书了 已经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 然后呢他回到中国交到了您的手里 您当时是采取什么方法来帮他从鬼门关里就救回了 凯若他是02年的5月10号出了车祸 在英国出了车祸 在英国当时呢 经过英国医学方面积极的治疗 二十多天 对 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嗯 没有醒过来 对 因此英国医生呢 就宣布他脑死亡 无能再治了 动员家属 放弃治疗 甚至于 当时我为什么决定觉得凯若还有希望 有希望的基础是生命体征的存在 当时我就确立了一个第一步治疗方案 凯若我是三个治疗方案 第一步 因为当时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说先让他醒过来 这是第一个需要 因此我确立了一个醒神开窍 醒神开窍 怎么让他醒神开窍 怎么让他醒过来 嗯 开窍的方法 因此我扎了仁忠 忠婉 内观 风龙 永泉 这都是让他开窍 促使他苏醒过来 都是针灸的 哎 其后让我的学生每天坚持治疗 大概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治疗 第一步 首先醒过来了 没用什么其他方法 没用什么其他方法 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中医为主 对不对 对 这个过程是中医 十四号 江良朵教授参与了治疗 十一号是我到的 十四号江良朵到的 江良朵当时给他是牛黄 安宫牛黄 但是安宫牛黄 在西方的医学杂志 却把安宫牛黄说 他里头含有剧毒 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正是他们不了解中医 不懂中医这方面的科学 刚才有人说了 科学只有一个 我想首先问问 什么叫科学 把这科学的两字 先给我解释一下 好多话 专门没法谈啊 这个跟刘海若这件事情吧 我刚好做了一些了解 因为一直有人拿着建设 来替中医中药辩护 我了解到的情况 跟这位大夫说的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英国的医院从来没有宣布过 刘海若脑死亡 这个他们没有做过那个脑干测试 他不可能去宣布脑死亡 这个说刘海若脑死亡是中国媒体物传 后来新华社还专门写了一篇报道 来更正这件事 就是他并没有 如果一个人脑死亡 绝对不可能救活 不管用什么医而救 所以现在老死亡是 在现代医学中是死亡的标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鲜污医院的王妇院长 在介绍刘海若 为什么会被看护 救活看护的时候 他说的是 采用了最先进的现代医学技术 浮以针灸等传统方法 中西医前面结合 第二个 他提到传统医学方法 他强调是针灸按摩 根本没有提到安宫磷磷磷磷 当时一户传说 安宫磷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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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下子炒到了台并6000块 就是说因为刘海洛吃了安宫牛航丸 我一向不否认现代医学的先进作用 前期治疗 如果不保住他的生命的话 中医参与是没有价值的 也不会起多大作用的 这是我们中医的科学性的一面 我们实事求是承认现实 但是后期的很多症状 很多现象 没有中医还是康复不了的 直接问你 如果你的女儿发生的情况跟刘海洛一模一样 西医也跟他说没有救了 你会不会这时候还考虑让他到中医去试试看 有没有可能 医学我在我的这个文章里头说了 这个中医它可以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一种存在 作为体制外的一种存在 这个体制外的存在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所有的医学都认为无能为力了 对 这个时候可以做最后选择 刚才说我听到的这个刘海洛这个案例呢 对 它有前面的治疗 对 也有后面的治疗 嗯 你把后面的治疗的好都叫做说我吃饭 吃了前面两碗饭我是白吃的 最后一碗饭是吃饱的 这个这个这个道理 没有没有没有 他没有这样讲 好等一下 来这个外国朋友来入列掌声欢迎他这个 哎 这个外形有点像那个贝克汉姆啊 您是研究中医还是西医 我是学西医的 你学西医的 但是我也学中医 也学中医 但是对我最方便的是我说英语好吗 你可以翻译 这也带你太难了我办不出来 OK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German medicine you all think German medicine 他们的水平是很高的 so if we talk about science of course the science the modern science 现代的医学 当然有很多好处 and medicine has also needs this this way of thinking you know because in the in the last 50 60 years of course this thinking of only one reason was good for um yeah against infections and whatever bacteria viruses but now the medicine has changed the diseases have changed OK在过去的医学当中呢 它面临了很多的疾病当中 它是单一的因素 所以你是单面的来看 就是从围观的角度来看 可以解决的 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病菌的发展来讲 它已经不一样了 医学发展不一样了 它可能是多面性的原因造成的 这个科学本身是发展的 就包括这个医学方法也是不断的发展的 就是现代西方医学的理论和方法 跟古代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科学发展的避难 那么中医呢 它的确定就在这里 它从来不发展 古代宋朝人怎么看病 好 你讲的关键点所在也是争议所在了 你说因为中医没有发展 中医没发展 你花了37年研究东西没有发展 我讲一个问题 中医西医各有优势 不能互相替代 这是第一 不能互相替代 只能相互相沉 替代不了 第二个 中医要学习西医一些长处 什么长处 科学诊断的方法 阳闻中用 骨为筋用 这是我的自治学态度 你这一点你赞成他吗 这个中西医各有优势 这个呢 有一个前提 叫做说中医的确有优势 但是问题这一点呢 还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承认 不需要国际医学界的承认 不需要国际医学界承认 不需要国际医学界承认 因为你要得到 得到国际医学